今年的农历沙格里沙 麻奏诞成江道 各地开始举办祝寿祈福庆典活动 南门的天后宫热闹举办仇神教庆活动 以庆贺天上圣母圣诞千秋 县长一大早来到南门天后宫念香至敬 而农历的三月不仅是马祖的生日 还有叔父四王爷祝生娘娘的圣诞 因为日期相近 金门地区的信众就为几位神明 联合庆生境内大小宫庙的镇头 在敖坡街上绕镜 让小镇也热闹了一下午 这边是南门天后宫 本次刚好今天是三月二十 荣历的三月二十 金门传统的捷径 我们的妈祖圣诞千秋日 是荣历的三月二十三 那为什么我们的南门天后宫 会在三月二十做教庆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早期后 我们这个军管时代 那为了他说老师动众 因为刚好金城的这个宫庙 昭德宫他的叔父四王爷 他的圣诞千秋日 以及连续隔三天又是我们天上圣母的千秋聖诞日 所以联系了两天 联系了三天 所以这一次他们就把缩减了这个时程 我们南门天后宫的背景由来 大概的时间就是已经有两百多年的日史了 那早期为了沿海一带 然后户敬右营 所以有 那我们有这个南门天后宫的这个宫庙 那早期也我们也有长辈来传说说 我们这个俗称是小妈主公 那在这一次我们天后宫做两天的教庆 在农历的十九跟二十连续两天 那配合叔父四王爷的一个教庆 所以在本日三月二十日 今天来做一个绕境祈福的一个活动 来保镜我们的我们金城镇的市境的一些礼民 的一个活动祈福 那也希望说 借此今年刚好有疫情的影响 想说够够人民来解除这个疫情的一个 一个部分的一个疫情的影响 那为我们所有的信众来祈福 一号下午澳坡的东西南北门境的境主 还有南门天后宫的妈祖 还有歹尬骂的金门分灵众神 在当天下午两点三十分准时起驾 绕境寻安 在联合庆典大红彩的引导下前进 沿途吸引游客驻足为观 沿途吸引游客驻足为观 敬主神明在信众的处勇之下 穿梭大街小巷绕境寻安 喧天裸骨将整座全台十大光光小城 喧闰得热闹滚滚 也为2021金门银城隍 舞蹈宗教文化观光祭揭开活动 续梦